回到拉萨 回到的不得了 回到拉萨 回到的不得了 大家好 彪 阿欣 我们现在在西藏的拉萨 今天我们有一项活动 就是预约了一个摄影的 大家也看出来了 我们两个就刷完牙洗完脸 什么都没弄 就准备去他那做一个装造 再穿一身衣服 很期待 走吧 是这家 对 两位情侣的 看一下衣服 我们最终选了一套红色的 精定款 现在给冰冰在化妆 店里的顾客好多 他们说今天是最倾斜的一天 我们已经换过了 但是我现在不敢动 都是假罢 我怎么感觉自己 越来越像九伯志的 不像我了 感觉不完 一会儿咱们去广场 来找 藏独小妹阿兵 刚才我们一直在假象 然后看着彼此 然后就哈哈大笑的变成 看彼此的表情 我两个都不会笑的 这是衣服 很饿的 大家看 这个都这个超级金的 还有这个大米拉 这个大脏包 还在高原的地区 这不容 拍照是一个立即化妆 我们就在布达拉宫的正对面 拍照 捕着眼睛试试 原来拍照这么累 我婚生上下得有十斤 要馨哥笑的时候 馨哥 假笑 不会笑可逗了 等会儿我们把那个片 给大家放一放 回去赶紧卸卸妆 收拾收拾 洗个澡 去吃饭吧 走点阔气那种的 大哥大哥欢迎你 感谢你来我这里 慕容复 你这是浪得虚名 男慕容 简直是浪得虚名 我就是会一通江湖 我俩换完妆了 我这咋下来人揍了呢 照片没选就走了 对啊 拍照照片是吗 我发现拍照挺累啊 好像在进剧组啊 多大的工程是吗 然后一下子刷青鸽了俩 来就吃饭吧 我们回车上了 洗漱给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温度 房车里啊 37度 这是拉萨的天气 但我这个手机 一直在下雪 是为什么呢 你看 我们点了两杯外卖 准备去吃饭 回来把脸和头发 什么都洗了 哎呀 轻松多了 快饿死了 赶紧去吃饭吧 请吧 我们到了 这个位置居然就在 甜蜜蜜的旁边 叫刚拉梅朵 也是葬餐 在三楼 这边二三楼都有电梯 大走楼梯 喘门上来气 到了 市长 这是这么美 他家还送明信片 开瓦胳胳膊 环境不错啊 是的 这个位置是室外的 这个是没有窗 我们能自带一下两人位 自带两位 老板您家是新式的葬餐 是吧 做什么 比较新派的 嗯 我们之前吃的是老式的 葬牛肉火锅 然后今天来一个新派的 尝一尝葬餐如何 环境挺好的 还没上菜呢 带大家到这个阳台看一看啊 这里就是我们拉萨最繁华的一条街 哇 人来人往的 现在的海拔呢是三千六百五十米 还得加两岁 熙熙攘攘的人群啊 这边穿藏袍的就不稀奇了 特别有民族情调 明明就坐在那里 我们的菜终于上齐了 跟大家介绍一下都有什么 这个呢是炸羊排 这个是凉拌蔬菜 毛牛肉 这个是毛牛肉馅饼 一共三个 大家猜一猜价钱 先不告诉你 尝尝味道 我先吃一口这样 这个味道 西红酸鸡 好味哦 这是酸酸甜甜的口感 有一种春甜的味道 好吃 来吃看杂羊排 有焦香味 有炭火烤的那种味道 新歌已经等不及了吧 最后一个毛牛扇直接上手 哇 这是什么 毛牛 五毛 五毛 好香 可以咬呀 这是葬式皮是吗 我好久了吃这个 它的皮特别的特别的酥 今天肉呢 你好馋啊 要么别露我了 你先吃吧 脱骨了 毛牛肉馅 满满的肉 脆脆的 我已经吃饱了 剩下都是新歌的了 你最喜欢吃哪个 毛牛 都不错 真的 这是我没想到的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造餐 你看吃过几次了 他吃过三次 但我推荐大家来 来 如果来拉萨的话 来他家吃这个 一定要吃这三样 真的很不错 这是冰冰 还的 多少 118 好 累了一上午 现在就会满足了 行吗 那今天就这样吧 冰心自由行 感谢大家点赞观赞评论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